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聊一个交房的这个事情 正常来讲在交屋日 卖家要把房子交给买家 叫closing 但如果是有一方卖家或者是买方 那我就不closing 不能anti-closing 后果严重吗 今天我们来聊这个话题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要谈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就是在交屋日 不交接 后果是不是很严重 这个问题呢 我们得请教法律方面的专业人士 很荣幸 今天我们请到了赫然大律师 跟大家做个分享 赫律师跟大家先打声招呼吧 好不好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赫然律师 今天非常荣幸受福尔的 的邀请 来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些 和房地产交屋当中的一些法律问题 我呢是 多恩多Downtown THC Lawyers 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合伙人 我们律师事务所的主要业务 是商业诉讼和职业产权诉讼 其中商业诉讼当中 有一个很大的一部分 就是和房地产相关的诉讼 而在房地产诉讼当中 最重要或者说最头疼的问题 就是交屋方面诉讼 因为这个是最大的事情 没错 交屋或者不交屋 对 贺律师呢 我们认识很多年了 我觉得他跟其他的律师 有一个不同呢 就是他是出庭律师 所以我今天呢 在进入正题之前呢 也做个小的采访也好 八卦也好 贺律师当时你怎么选的 这个职业方向呢 对 这个是我当时在法学院学习的时候 在这个学习 还有一些这个实习的过程当中 我逐渐的发现 作为诉讼律师 就是出庭 更能让我兴奋 然后呢 这个是一个更大的挑战 可能也更适合我的这个性格 我比较爱说话 比较aggressive 希望和对方来 就是来一场真刀真枪的这个决斗 虽然我们不是真的用拳头 但是呢 在法庭上也是针锋相对的 这么一场战斗 这个是我所喜欢 所向往的 太好了 年轻有为 年轻有为 好 今天呢 进入今天的正题 在我们正式开始之前 我们先说一个非常简单的免责声明 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内容呢 都是对房地产法律方面的一些 通常的见解和看法 它并不适用于任何一个具体的案子 每个具体案子都有它自己的特性 那么如果各位朋友 收看这个视频的朋友 如果说你们在生活当中 遇到了和房地产交接相关的法律问题 我们还是建议你们去咨询律师 因为每个个案都有它自己的特性 我们这些通常的这种司法原则 并不一定适用于每一个个案 也许您的案子 因为有一些特殊的这个事实 或者说特殊的情况 会导致您的案子 一旦走到法庭 最终的结果 和我们今天所说的一些大致的原则 会有不相符的地方 因此呢 我们今天所说的问题 不构成司法意见 如果大家真的碰到任何问题 希望大家去咨询律师 也就是说 我们今天所讲的一切 都不能作为称堂正宫 对 好进入今天的主题 好了 那今天呢 咱谈第一个问题 这个第一个问题呢 是我的一位客户问的 他说呢 他有一个freehold的一个townhouse正宫 在马卡万锦 说快到期了 发展商呢 要求解约 退款 然后或者呢 如果你不愿意解约 那咱要进入一个新的合约 他就感觉非常confused 他说这个发展商有这个权利这样做吗 在事实上就是 我说的并不能 就是说并不代表说是百分之百的情况 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 开发商和客户之间签订的协议 都是高度偏向于开发商的 所以基本上我可以说 按照绝大多数协议 开发商都可以在任何时候终止合同 而这个时候 客户的权益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基本上除了拿会订金之外 没有什么别的太多的可能性 他如果想解约定军是可以拿回来的 理论上讲是这样 但是现实当中呢 像Fred说的这种情况 你是刚才说这种情况 像你这个客户碰到的情况 其实还是 从我们的经验来说 是一种相对好的情况 就是至少开发商 还是愿意或者说有能力 还给你这笔钱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通常就是建议客户 拿钱赶紧把钱拿回来 然后move on 走人赶紧去选自己的下一个房子 因为根据绝大多数的新屋的合同 这个客户除了能拿回订金之外 并没有其他追偿的权利 I see 但这个情况的话 他说发展商呢 想跟他签一个新的合约 他为什么 他是想提高价格吗 不一定是提高价格 很多时候签新的合约 是为了延长期限 当然我也见过例子 就是开发商说 要么你要么提高价格 要么我把钱还给你 然后我们还经常会出现一种情况 就是开发商连退钱的选项都不给了 直接就说 要么你签一个新合约 我们还是原来的价格 你这个房子可能再过两三年 本来可能是2019 2020年就该交房的 现在我再拖两三年 但是我还是能把房子给你 但这种情况下呢 客户就像 像你刚才说的那样 客户就会非常的confuse 然后会来问我们怎么办 但是事实当中我们也没有 就是说 事实当中也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因为一方面 在整个新屋的合同 这一点我特别要提醒一下 就是各位买新屋的朋友 新屋的合同 按照就是新屋保险 我们叫做Terry 它的这个退款期是非常狭窄的 你拿到这个新屋合同之后 它有一张Terry的时间表 其中有一个时间是 我们叫做就是最终的期限 你要取消合同 只能在最终期限的30天之内 如果你错过这个30天之内 合同自动更新了 又重新有效了 然后另外一点呢 就是哪怕你这30天之内 告诉了开发商 我要退钱 但是开发商 我们知道很多的开发商 都是每个项目成立一间公司 这个公司 我们说的直白一点 都是皮包公司 那么有可能 对有可能 甚至于说 我见过的很极端的情况 开发商连土地都不持有 就是土地是由他旗下的另一间公司持有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客户就会面临到一个 我法律上我有权利拿回来 但是开发商账户上没有钱 我去追开发商 开发商就破产 那么我最后还是一分钱没有 或者说只能拿回很少数的钱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这是我们在现在的这么一个系统当中 一个很不公平的事实 但是我们从法律的角度 并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解决方法 那么在这种情况 我们有的时候就只能建议客户说 那你还是重新签一个吧 至少几年之后 你还有这个房子 这种现象对于新屋特别明显 为什么呢 因为特别是对于2018年1月1号之前签订的合同 因为2018年1月1号之前签订的合同 它的新屋保险的保证金 就是deposit的保险额度是4万块钱 4万块钱 所以Fred你知道 这些新屋东厂都是很贵的 当然 可能都支付了十几万二十几万的 10% 对的deposit 那么如果说你最后只能拿回来4万块钱 肯定是不行的 对于2018年1月1号之后签订的合同呢 就会好一些 因为这个时候保险的额度 已经提高到了10% 然后对于condo来说会好很多 因为condo的话 你的保证金 你的deposit原则上是要放在信托账户里面 Trust account Trust account里面的 但是对freehold来说并没有这个法律要求 所以很多开发商就把你的钱花掉了 用在了买地上 用在了批文上 然后他的账户上就是一个空壳 然后过三年他来告诉你说 我们延期吧 这个时候客户对于客户来说 就变成了一个无法选择的问题 那么很多时候就只能被迫的去延长合同 所以说听起来呢 就说呢 这中间呢 发展商的品牌在买新屋的时候是第一考量 对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大的发展商不会看这事 对不对 相对来说大的发展商 因为考虑到自己的名誉 自己的 而且相对来说大发展商 背后财团的实力 实力相对雄厚 相对来说出现这种问题的情况会少一些 我们见到的实际例子很多都是这种小开发商 我就开发这一块地址 那么这种情况下资金链断裂的可能性是非常大 被托管 被其他人拿走的可能性就非常的大 在过程当中可能根本开发商就直接被别人买走了 然后那个买家说原来的合同我也不是不认 但是你得给我签个新合同 不然的话你原来那间公司也没钱了 我也没钱赔给你 那么这种情况下客户也没有选择 对于买家来讲这就是很frustrate的一件事情 因为第一你就没有按期交 那这本身来讲就是一个bad credit 对不对 心理上就本来就打鼓了 再有很多人准备了很久 期待了很久 最后想搬进去的时候 你说我要再签一个新的合约 新的日期 心里面有不仅仅是frustrate 还有一种愤怒 他如果说我怒了 我要告这发展商 通常来说这个是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就像我说的 我们都如果买过新屋的朋友 你们可能都有经验 这个合同那么厚的一朵 那么小的字 基本上开 就是开发商已经把所有的漏洞堵住了 所以 霸王条款 对 真的现在就是霸王条款 但是呢 法庭会说 没有人逼着你 拿枪指着你签这份合同 你自己选择 是 那么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 买二手房的保障 有可能比新屋还要好 那么一点点 因为二手房买卖双方很多时候都是个人 对 他们相对来说 这个权力的不对等会 会明显比较 会明显被纠正一些 就是没有太多的 这种就是我们叫做英文叫做power imbalance 就是一方处于强势地位 而且相对来说 这个二手房的这个买卖合同 这个fair的比我见的多的多 相对来说还是公平的 对 是这样 因为我们有reel的这种格式合同 可不是吗 关于这个话题咱先谈到这 因为要是展开的话 这可能就新得开一个什么了 开一个video了 第二个就是说 卖家想closing 但是尤其是16年17年的时候 卖了一些比方说freehold的这些房 价位非常高 你现在close起来的话也很吃力 所以买家说不行 for some reason 我不能anti closing 那这样的情况的话 对买家来讲 后果严重吗 从法律的角度来说 对买家来说后果是很严重的 因为你不仅会损失所有的定金 而且如果说卖家 这个房子重新出售 还有额外的损失的话 我打个比方 比如说这个房子200万 你有25万的定金 现在卖家只卖了150万 所以你不仅要赔你的25万 还要多赔25万 就是等于把整个50万的差价 赔给卖家 而且你可能还要赔偿卖家的一些 其他的利息损失 其他的一些律师费 所以这个通常来说是非常高的 在我们手上有非常 就是近期有挺多这样的例子 基本上就是卖家来说 都是做这样的要求 我在实际出庭的时候 我也有一次看到有一个开发商的律师 一次性的向法庭提交了6份缺席判决 都是没有close的买家 而且我从名字听起来 至少有一半以上都是咱们的同胞 就是被起诉了 然后没有close 然后也没有close被起诉 然后又没有应诉 然后开发商就去拿缺席判决 不仅把deposit拿走 然后还给你再增 追加一个几万到几十万不等的这么一个判决 这是我去年有一天在法庭上前所见 那如果是比方说这是6个 如果比方说这一票 for some reason 这个买家比方说有60个买家 大家都不close 那这种情况 那作为这个卖家来讲 有没有遇上过这种情况 因为我们总的来说在这类纠纷当中 代表买家比较多一些 但是我跟卖家的律师在平常沟通的时候 有的时候他们也会告诉我说 有些小区的这种不交接率非常的高 这个是很常见的 通常来说卖家 通常来说卖家在这种时候 都是采取 至少在初期 都是采取一种非常强势的态度 你60个不close 我就告你60个 而且有一些比较极端的卖家 你今天不close 明天就起诉 这个我们都是在现实当中见到过很多 发展商的实力还是在 对 因为开发商毕竟财力雄厚 他就算这间公司 他为这间公司注册 这个开发项目注册公司 可能钱不是太多 但是他的母公司还有大量的这种后盾 而且他们聘请的都是这种 Bay Street上面那种比较贵 比较贵比较好的律师 I see 所以这种情况下 那通常这种像如果是发生这种情况下 那买家 你觉得最好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因为他也可能是 因为这贷款政策的变化呀 这个资金的变化呀 确实可能close不了 那在这个时候 如果真的是close不了的话 那这个 有什么建议吗 对 通常来说我们的经验是这样的 当然这个每个案例都有自己的特殊性 对 但是我们的感觉是 这一点说出来可能比较讽刺 就是如果买 如果就是说买家直接去跟开发商谈 通常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因为那个时候开发商都会显得很强势 对 会说你要怎么样 你要怎么样 你要怎么样 或者你要赔怎么样 但是通常来说等到诉讼开始之后 双方都有律师介入之后 相对来说 我的感觉就是开发商会反而变得更加合理一些 当然这有可能是因为时间拖的比较长 开发商也有资金压力 对 但是总体来说 就是当双方律师介入之后可能会好一些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我们就是从作为律师来说 我们有这么几个建议 首先呢 不要逃避这个问题 在交接的时候 还是尽量的去跟开发商试着谈一下 对 如果说能够解决 比方说减一些价 比如说延一些时间 通常来说还是 就是能够内部消化的可能性还是会很大的 就是因为毕竟也没有那么多的官司 也没有那么多人去打官司 事实上绝大多数情况 还是能够内部解决问题 但是如果说事情升级 你被起诉了 那么那个时候千万不要逃避这个诉讼 因为在安省获得缺席判决的可能性很大的 一旦获得缺席判决 对方可以立刻用你的房产 就是可以登记的这些财产来进行执行 来进行拍卖 所以这种时候最好的方法是聘请一个律师 然后和开发商去进行谈判 然后在我们实际的谈判过程当中 当然这个不一定说对每一个地产 每一个个案都会有效 通常来说开发商还是愿意做一些让步的 这是我个人的经验 我们谈的最好的一个案子 大概是175万的成交价 我们谈下来了 就是有27万块的减价 这都可以 这是最top的地产经济都做不到 律师做到 对因为就是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可能每个个案会有一些它的特殊的地方 比如说如果说这个买家的名下 没有什么太多的财产 那么我们就可以告诉对方 说你告了我也没用 除了定金我们别的什么也没有 那你还不如跟我谈一谈 然后现在说不定我们降价close 你还能马上拿回现金 是吧 因为很多开发商 特别是一些小开发商 他们的资金压力是非常大的 高额贷款 对对对 所以对于开发商来说 他们永远都是想close 所以在这种时候 我们的经验是 哪怕是一些大的 一些就是很知名的这个开发商 通常来说 比如说一个200万的房子 那么至少我觉得谈下10到15万 是很有 是比较有把握的 然后包括延期交接 当然开发商会有一些条件 比如说要多付保证金 多付定金 但是如果说你能够交接的话 那么通常来说 延一点时间 减一点钱 这个还是能够做到的 是的 如果反正 如果是到最后交接不了 最好呢 我觉得还是 人家涉及到很多的 这个方面的法律的 方面的沟通啊 包括这些语言啊 还有这些经验 所以呢 还是要请一位律师来代理 这样的话呢 比较好一点 因为毕竟它不是一个常规的一个操作呀 这个 对 刚才呢 谈的都是新房啊 新房 因为在过去呢 确实这两年出了挺多的这样那样的问题啊 那二手房 二手房呢 咱说呢 出现问题的几率呢 不是很大 但是呢 也有一部分 比方说这个在某一个阶段上啊 咱说买家啊 二手房交接 正常来讲就都交接了 但也有呢 就是在交接的时候呢 因为比方说这个 比方说咱这个同胞买家 到那时候钱 for some reason 就是没过来 或者呢 就是贷款呢 到最后呢 出了点小问题 没有下来 那这个时候 如果买家说 这一天我交接不了 或者也许他就说 他说这房子不想要 那这个后果 很严重吗 这个和我们刚才说的新房是一样的 就是对于买家来说 如果不交接 那么产生的主要的就是三部分后果 第一 你的定金赔偿给对方 第二 你要负担 卖家再重新出售这段时间 所产生的费用 比如说他要多交地税 他要多交 Datendance fee 他要多交 可能agent也有可能会出现 更高的 这个收费 通常不会出现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有 比方说他会换agent 这个我们见过一个例子 我们去年判决的一个案子 就是他换了agent 然后就 然后agent fee就上升了 上升了 因为想更好的卖这个房子 然后呢 就是 然后第三部分呢 就是如果说卖家 卖亏了 然后这个亏的金额又超过了这个定金 那么卖家是可以拿回这个差价的 比如说还是同样的道理 200万的房子 20万的定金 他卖家重新卖 只卖了150万 你就得赔30万 这个法律上是非常清楚的 我们在去年也有案例 就是直接判决 就是要补差价 然后再赔 这个过程中的损失 再赔律师费 这个是 这个几乎是 几乎是无法避免的 因为二手房和新房相比 有一点不同 二手房呢 就是 通常来说交接期比较短 然后呢 通常来说 法庭会认为 就是更不同情你 会觉得 你下个月就交接了 你现在搞不定 那么这个 你不能去赖卖家 多数是你的责任 你当时签这个合同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 放这个condition 为什么这么快就wave了 对吧 就是法庭通常来说 对于买家都不怎么同情 I see 实际上现在 我觉得跟市场 可能也是有一定关系 你现在房子都卖挺快的 你跟卖家说 你说这道不交屋了 然后对于有一些房产 挺火热的 过了这几个月 然后又增值挺大一块 卖家说你把定金给我 我再放一次 反正可能这种情况 也经常出现吧 对这是很常见的 这个就是说 这是非常常见 因为除了在 就是在过去五年当中 除了2017年 因为卖家税造成的 那一次房地产的 这个崩盘之外 其他时候 房地产通常来说 你就算不交接了 你拿着定金 你再去卖 不会亏的 绝大多数情况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通常来说 双方就谈一谈 把定金赔给对方 也就结束了 这就是为什么 不交接的案子 在绝大多数时候 都是比较少的 对 对 但是2017年 我们包括我们自己律所 都就是在2017年下半年 出现了一个井喷 就是大量的 二手房交接 买家无法close 或者不想close 尤其高价位 对 事后的判决 到目前为止 几乎无一例外 全部都是不差价 我见过的判决 我们自己的判决 包括我们自己的settle 从小几十万的到大几十万的 包括我们也见过 有70万以上的判决 都有 都有过 但有没有卖家不想卖了 那家教育的时候 我不卖了 这种情况 其实卖家不想卖 比买家不想买要多 要多是吗 对 因为在现实当中 我们知道 多伦多的房地产市场 在过去几十年 几乎都是涨价的 总体是上升的 对 那么买家就会有这么一个心理 我现在卖你卖低了 我过三个月close的时候 特别是freehold 就是这种house 它本身交割期相对有点长 condo一般不会这个问题 因为一方面价钱低 一方面交接快 但是house来说 可能比方说我一月份卖了 当时正好是冬天 价钱比较低 等到四月份交接的时候 我看不对 这房子都涨 我隔壁都涨10%了 那么这个时候 同样的道理 卖家也是不能够轻易退出的 但是过去 二三十年前 咱们的法律是不一样的 二三十年前 这个买家 可以强迫卖家交房 我就要你这个房 但是现在来说 我们通常来说 就是不鼓励这么做了 法庭也说 除非你能证明 这个房子对你来说 有特别的意义 比如说我测了风水 这风水 就是我不在这住 我就活不下去 或者说 但是通常来说 没有这样的情况 对 所以通常来说法官 法院的判决是 就是我们不让卖家强迫你卖这个房子 但是你可以去卖一个类似的 买重新买一个类似的房子 那么如果说你买类似的房子 买的价钱高了 那么卖家要补偿你 比如说同一个小区 两个很类似的房子 我先买了一个150万 卖家不肯交接 我又买了一个160万 那等于我就多出了10万 这10万你可以找卖家 要回来出 连同你的这个deposit 对 这个是卖家不close的时候 他的风险 对 看起来呢 这个就是这样的 在你看我做地产这17年了 真正的就是说 最后不交接的话 并不是特别多 对 但是呢 贺律师呢 很显然 他们接触的呢 要这个数量又比较大 还确实是有一些 是属于在closing的时候 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和纠纷 对 是这样的 不过总体来说 民宅还是要好很多 商业地产可能会多一些 因为商业地产有其他的因素 对 但是对于民宅来说 因为民宅来说 就是我一个人 一边给的是房子 一边给的是钱 对 并没有涉及到第三方的很多东西 是 所以通常来说 这个 这个对于民宅的交易来说呢 还是就是 我们这边也会接到很多 就是由地产律师 转过来的咨询 说我有可能交接不了了 我怎么办 会不会显得非常panic 我那个时候 我通常都会告诉客户 放轻松 放轻松 除非你是真不想做 如果你们还 双方还都各自想买想买 我几乎没有见到 卖不成的 卖不成的 因为我们可以延期 我们可以寻求其他的方式 甚至于说我们在 可能在律师的帮助下 会采取一些更极端的方式 比如说我们给一个VTB 就是我贷不到款了 我卖家借给买家这些钱 然后你过个半年一年 等你拿到贷款再还给我 对 这个都是 都是我们在现实当中 持续操作成功过的例子 因为你经历这个多 所以呢会提供不同的这种solution 对吧 给几个party 然后这个大家再做回来 再make新的一个义务 大家都认可 对 所以呢我想今天呢 咱就就谈这三个问题啊 两个是关于新屋买家 买家不交接 一个是二手房 关于这个交屋的问题呢 实际上这个话题要是展开啊 真的是挺多挺多的case啊 对 挺多挺多可以分享 所以今天呢 我想咱就分享到这 以后呢 咱再请贺律师来呢 再跟咱呢 做一些更深入的 这些分享 讲一些呢 这个地钱交接中的这些 有一趣的故事 好不好 好的好的 也非常荣幸 能够今天有这个机会 跟Fry的一起和大家分享一些 我们的一些经验 希望能够对大家 能够有一些这种帮助 但是就像我在一开始说的 如果您真的遇到这种问题 在房地产当中 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交接 然后一旦交接出现问题 还是希望你和自己的律师 自己通常来说 那个时候都会有自己的律师 对 如果必要的时候 请你的律师 或者你自己把案子转到一个 就是诉讼律师那里 他们可能能够更好的 根据你自己的情况 给你提供这个帮助 因为在我们的实际的 司法实践当中 绝大多数的事情 都能够很快的 有一个解决 真正能够去 真正需要去上庭的 很少很少 而且通常都是涉及到 其中有一方 就是有这种 我们叫做bad face 就是不友好 不友善 或者说比较冲动也好 比较有侵略性 比较不合理的行为有关 只要双方都保持合理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太好了 太好了 好了 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 好 各位朋友再见 各位朋友再见 谢谢 谢谢